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这一集要来聊一下 最近有一个新闻 某位立委 他又讲说海昆舰交舰延长四年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假消息 因为明年114年的11月 按照期程 海昆舰就会交舰 那延长四年 主要是因为我们跟美国采购的 Mark 48重型限岛鱼雷 它的制造delay了 所以才导致这个专案延后四年 可是延长的那四年 是因为要等那个鱼雷 所以全案才延后结案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台湾现有建隆级 就已经是采用Mark 48的重型限岛鱼雷 只是型号是比较早期型的 而海昆舰采购的 它是最先进的 也欢迎朋友帮我们的影片分享出去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大铃铛 另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群 我们有军事版 目前是台湾最大的军事社群 这一则假消息 目前就是只有联合重工 他们所报道的这一则新闻 所以这种新闻其实非常的多 而且是由特定的媒体 特定的委员 所释放出来的 同样联合重工 他们就有做过这一则的报道 海昆舰展言是因为鱼雷分批交货 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报道 又反而自己做了一个假的新闻 这不是一个很诡异的状况吗 对不对 所以因为顾力雄部长 就已经在立法院就讲过了 海昆舰在明年的春天 3月底4月初 可以进行海上的测试 然后9月底以前完成海事 可以依照合约在明年的11月交建 就是114年的11月 这个是今年2024年的9月19日 联合重工自己的新闻所讲的 然后又在最近2024年的11月26号 自己又做了这个假新闻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海昆舰明年交建之后 会没有鱼雷吗 并不会 我们看美台军售2017年就有这一则 美国出售46枚Mk48的重型线岛鱼雷 这是MOD6 就是MOD6的这个型号 这是给建隆级那两艘有46枚 而海昆舰呢 他所需要的鱼雷 是在2020年5月20号MOD7 现在delay交货的是这18枚MOD7 所以他会延后四年 是因为这18枚的重型线岛鱼雷 因为全球整个供应链缺供缺料的影响 所以导致他要延后交运 所以海昆舰 因为Mk48的重型线岛鱼雷 所以要延后结案 他是延后结案并不是延后交件 这是两件事情 所以你们看一下联合重工自己在9月16号做的报道 就已经有讲了 顾立雄部长说 海昆舰展言是因为鱼雷分批交货 然后明年4月海测 然后自己又在现在11月26号 又在讲了另外一个假新闻 自相矛盾 说海昆舰交件又延长4年 对不对 他在报道这一位民意代表 他讲说这个交件日期展延4年 可是他当过招委耶 他当过国防委员会的招委耶 所以他也知道顾立雄部长有讲过这件事情啊 然后又同一个媒体在报道这样子的消息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做这一个影片 来替大家说清楚 到底真结点在哪里 他就是因为 MARK48的重型县岛鱼雷生产的delay 所以他要延后4年结案 延后4年的是结案的时间 并不是交件的时间 所以也请大家告诉大家 你也不用跟对方讲 也不用跟对方吵 你就把我们的影片传给他 聪明的人就听得懂 笨的人呢 就远离他 然后呢 坏的人呢 把他记下来 万一开战了之后 我们就知道要找谁 所以到底是谁比较笨 谁比较坏 千万要分清楚 记得把我们的影片传给他 假如他还是殖民不悟 那就放声他 请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大铃铛 还有加入我们的LINE群 就是脱离军忙的开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